说起专门赚外国人钱的中国企业,你能想到什么?除了小米、华为等大厂之外,近年来其实还有一个新兴的中国品牌,正在美国市场大放异彩,年营收破50亿,整个企业的股值更是达到了200多亿。 这家公司叫做安克创新,其创始人则是有着跨境营销一哥支撑的羊盟。 安克创新,国内的消费者见的可能并不多,也就是一些经常逛数码区的消费者了解过。 这样一个在国内默默无名的品牌,却能够在美国亚马逊热卖52亿,不禁让人好奇安克创新是如何做到的。 杨盟又是如何一手打造他的呢? 本期创始人观察就来带大家了解杨盟的创业故事。 杨盟的出身属于典型的学霸创业,198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他, 没有优渥的家境,也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童年经历,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学霸。 杨盟自小成绩优异,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一路保持着尖字生地位。 在杨盟17岁的时候,他就考上了北京大学计算机系, 只能让人不禁感叹杨盟的学习天赋与毅力远超常人。 当然,中国不缺学霸,但有想法,有野心的学霸可不多。 高中毕业后,杨盟选择去美国留学,事实证明,学霸走到哪里都是吃香的。 杨盟在美国完成留学学业后,顺利入职了谷歌公司,并迅速成为了谷歌的技术精英。 据杨盟自己所说,他在谷歌年薪最高的时候能拿200万人民币。 杨盟看似已经到达了人生巅峰,但百万年薪并不是杨盟追求的终点。 杨盟进谷歌,除了赚钱也在寻找创业的契机,他发现美国的科技市场有点脱节,美国不缺高端的手机、平板等产品,但是相对低端的如冲电宝、电子闹钟等产品却并不丰富。 究其原因就是大厂的太贵,小厂没能力做。 杨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商机,那么面对机会,杨盟要如何把握呢? 2011年,杨盟回到了中国打算创业,注册了安克公司。 当然,杨盟回国以后,目标市场依然是美国,并且回国创业的成本更低。 咱们前面说过,美国的电子产品市场存在一个问题,那就是像充电宝、电池之类的东西价格脱节的太离谱,美国的中低端电子产品市场缺乏中间层的产品,杨盟便想填补这一空缺。 中国做充电宝的技术是相当成熟的,因此杨盟可以轻松从大厂订货。 国产充电宝在价格上远低于美国大厂充电宝,质量上却能与对方平分秋色。 因此,杨盟只需要做二道贩子,把这些物美价廉的东西贴上标签,卖出去就行了。 真正需要杨盟下功夫的是,如何让安科这样一个新生的中国品牌在美国打开市场? 要知道即便是到了21世纪,美国不少人对中国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,并且这种偏见已经从人种扩散到了品牌上。 很多美国消费者都认为中国的产品就是廉价且低质量的工业垃圾。 杨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相当朴素和有效。 杨盟在亚马逊上注册的网店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是中国公司,仅仅是标榜自家的产品是物美价廉的充电宝而已。 对美国消费者来说,低端充电宝买,谁的不是买。 而这些消费者在买到安科的产品之后,自然能体会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,自发地成为安科的宣传者。 出生的安科顺利解决了销路的问题,但很快杨盟就发现了隐患。 在安科初创的时候,杨盟是将所有产品的生产都外包出去的,但大厂的生产线不是给杨盟一个人专门弄的。 有时候安科会遇到订货难的问题,在这种情况下,杨盟就不得不找一些小厂订货。 而中国劣质充电宝的威名响必各位也是领教过的。 杨盟认为,安科如果想在未来做大做强,保住口碑,就必须自主生产,不能一直当二道贩子。 对于杨盟来说,自主生产其实并不是难事,国内的小电器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,招揽一些技术精英根本不成问题。 再说了,杨盟自己就是顶尽的技术人才,因此安科在自主生产方面的改革相当顺利。 解决了销售,生产两大问题之后,安科在日后的发展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,那就是平步青云。 中国的小电器已经被行业卷成花了,大量的扫地机器人、智能闹钟、语音助手等产品中国都相当丰富。 因此,杨盟只需要对国内同行的产品进行一些借鉴,就能仿造出类似的东西卖给美国人。 小电器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当然不是新鲜满意,但相对廉价,并且质量不错的小电器,那可就是香饱饱了。 再加上此前卖充电宝的时候,安科就在美国拿下了不错的口碑,因此安科新推出的小电器系列迅速受到了美国消费者的欢迎。 就这样,安科创新作为一个在国内建厂生产,在国外销售盈利的企业,真正同时做到了出口赚汇和解决国内就业的两个问题,人们也将跨境电商一哥的名号赠予了杨盟。 细看杨盟的创业历程,我们不难发现,他的创业之路并不复杂,甚至称不上精彩,不过是简单的取长补短罢了。 然而正是这种最简单的经营策略带来了最好的效果,大巧不公,或许就是杨盟的决胜秘密。 在被问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时候,杨盟也表示,他清楚在高端电器领域,安科和美国大厂打印仗是不现实的,因此安科未来将会长期集中精力在小电器领域。 杨盟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,不过安科在未来其实也面临着挑战,安科的优势是国内建厂的成本优势,但如果未来国内的人工成本和原料成本上涨,或者美国对于中国产品搞贸易制裁,这些隐患无疑会给安科这个做外国生意的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。 不过至少目前看来,安科的发展依然是稳中向好。 那么各位认为,安科创新在未来能否一直一帆风顺呢?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,请为我点赞转发,你的每一次鼓励都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。